天子的赵光义到天伯阳府请阳门女将出城退兵 蛇太军不答应 皇上正束手无策 押魂杨采风再给毛髓自剑 他说我要是出去准能打败辽国的兵将 不过得和太军一块去 蛇太军一听就生气了 新的话太军哎 你是不是多嘴多舌 你乐意去就出去 干什么还拉着我呢 他更生气的是 皇上在太平的时候动不动就杀杨家将 慌乱年头又找我们家 六郎有病 想龟精养病都不行 男的如今都死尽了 又叫女的卖命 是不是抓我们大头吗 太军不出战 也是讲南魏南魏赵光义 其实啊 老太军真能看着 如果辽国兵将打进城 老杨家能不管吗 杨家是忠良 就是蛇太军在教育儿女的时候 也常说身为大将 能死震前 不死震后 今天呢 有点生气了 所以他不答应 皇上和来的文武官员 全哀告蛇太军 就差下跪了 老太军实在没法了 万岁啊 非是老臣不愿出战 只因上了年纪 耳聋眼花 不似当年 不中用 怕无国事 扣得人一旁忙说 我说老太军啊 您就别客气了 大敌当强 国事为重 全城老百姓的命 可就当在您的身上 皇上也说 太军 您就临时挂帅吧 蛇太军实在没法了 点点头 试试吧 不过这些女将 多年不出征 胜负南地 江红 点鼓巨匠 头痛巨匠鼓响 再看杨的女将 脱去女儿装 换上了征裙 二痛鼓响 准备好马匹兵刃 三痛鼓响 继续在银安殿 此时 蛇老太军 也披挂整齐 来到银安殿 专案的后边一坐 皇上授予太军兵权 并驳为精兵武乱 派人传令到教军堂 点兵以地 在北城门洞下等候 杨家的少夫人 除了柴郡主是文的 愚者全是五的 大郎七张金定 二郎七李翠平 三郎七花谢玉 四郎七云翠英 五郎七罗士女 八郎七 还有八姐九妹 烧火的丫鬟 杨派峰 九云女将 一个不少 你可别看是女将了 虽然是三柳梳头 两些穿衣 习狗化脚 软弱身躯的女子 此时 顶盔化甲 少不舒逃 细甲 蓝群 往银安殿上一站 脸一蹦 性感一瞪 也是百步的威风 千丈的煞气 这是金国英雄 女中的豪杰 菜群看看 全来了一个不少 终将官 这 今日 有辽国的兵将 兵临城下 将去耗边 攻打京城 万岁 又亲自到杨府 叫我杨家发兵 虽然 金沙潭一战 杨家的男儿 都在沙场阵亡 可是 还有杨门女县 只要有我杨家健在 就不许 辽军 木马 中原 我杨家蒙守 黄文豪荡 此番老身身为元帅 众家而起 随我出征 咱们可有言在间 在府里 我们是母女 出征 是将帅 人人分勇 各个当天 一门即为大将 旧董军归 一律案 十七尽律 五十四斩败事 哪个敢抗力不尊 并敢不饶 是 还有 两军阵前 刀下无眼 要小心 从事 邵夫人 八截九妹 一听出征啊 都高兴 天天在后边练武 老用不上 今天可得机会 杨太风 乐得 手舞足蹈 舍太军一看他就生气 心的话 都是你把我鼓都出来的 这回啊 我也不能叫你 老了实实在这站着 杨太风 听令 农备在 本帅出征 命你为先锋官 先锋先锋 有事先行 逢身开斗 日水大调 不得有物 哎 杨太风 答应转身出去了 再看少夫人小姐 提于大尾 分战军 假叶子 哗啦啦啦 只想 直奔后边点兵场 老杨的后院 有点将台 杨家从河东 还带了五百兵 这些君族啊 别看现在年龄大姐 但是酒精沙场 能争灌战 和金刀令公杨继夜 有活命之交 老令公出征的时候 没带贴身的兵将 因为他是从熊州走的 今天保证太君出征 老太君 拜别天子 呃 万岁 您可回到宫中养神 等候加音 打了胜仗 您别欢喜 打了败仗 也别烦恼 另请别人退兵 哎呀 太君 崔庭 你辛苦了 赵光业啊 心里也没底儿 蛇太君六十多岁 快七十岁的人了 出城退兵 能行不 众将都是些个女子 老不出战 我呀 也别回宫中了 到城头看看 如果胜了更好 招募不行 我快跑 太君 朕送你出征 到城头 给杨家 关离 两阵 多谢 万岁 太君捡好了兵 嘱咐杨红在家里 照看柴郡主和宗保宗敏 然后吩咐 来呀 与本帅 背马 抬刀 过来两名马童 给蛇太君 牵挥一匹 波龙军 这匹马 高八尺踢队 长仗衣 投制尾 宗伟乱诈 飙满肉肥 金鞍玉佩 脖子底下 将衬十颗紫金铃 得胜狗鸟之船 挂着一口青铜大刀 战马也高兴 明为要出生 是撒花撂卷子 老太君 接过马鞭子 整了整 三叉帅子盔 一撩战群 铁鱼踏尾 左手任凳 左手歪歪一服铁梁 身情如愿 飞身上榜 右脚啪 高一点登 波龙军乐大 坐了一圈 铁骑在地上 啪啪啪 跑得火心思乱奔 老太君 一笼思僵 波龙军 一声长鸣 呼的一下子 两条前腿一抬 腾空而起 人马足利 可不 皇上下坏了 这马一撒花 还不把老太君 从马背上扔下去 哪知道老太君 两脚脚尖 一扁 双挡 身子望迁一顶 前胸紧贴着 马的长弓 右手一抬 啪啪啪 就是三边的 波龙军疼的 连忙前沉落地 心的话 老祖母奶奶 你手下留情了 战马老实了 太君坐在马上 威风吹动 老人 并边的白法 备有的文武群臣 肃然起敬 人老威风在 不愧金国英雄 我等望尘 莫及一样 汝南王正印 长盛王石燕超等人 赶到城头 人皇上 都给老太君 官邸六阵 老太君 鞭子一举 出兵 邵夫人小姐 齐斗斯将乱撒交官 直奔北城 到了城将 门军早接到将领 城门开放 火公司 点响了三声大炮 头一个 杨采峰撒脚如飞 出了城 过了海河吊桥 直奔两军阵 紧跟着 众将也出了城池 军兵也到了 来到两军阵前 队伍排好 门其列阵 任娇旗 闪在两旁 任当中 是师外子 都其 弓箭手 把阵脚扎好了 老太君 在帅旗下 带出了作品 女将 分为左右 两将战力 舍老太君 闪目 往对面 关桥 呀 见对阵 能有三千兵马 一字 开开 远处 都是辽国的 牛皮帐篷 一层层 一行行 一趟趟 哎呦 扎出能有十几里地远 再看 最真一员大将 是见他身高体壮 青铜盔 青铜甲 肩搭花糊 为脑后 知之机灵 离得不太远 看得很清楚 这个人 面刺喷血 长了一脸的白雪 一步黄焦焦的胡须 手中停留一条 金顶 早阳树 此人谁呀 正是韩长 韩岩寿 手下的先锋关 这个人的名字叫 马突温 马突温身为先锋关 是打前战的 论道理呀 不应该直到东京变梁 因为后边队伍们 结局上 不过这小子太狂 太傲了 手中一条 金顶早阳树 没遇见过几一手 故此 直到在东京变梁城下 而且连打了几阵的胜仗 这小子 眼空四海 目中无人 别看宋朝高军敏战 这小子赶尽杀绝 这天天逃掉阵 正在骂阵呢 哦 城门开放了 打里边出来一哨队伍 他一瞧 哟 怎么竟是女将呢 哦 也许离得远 我没看清楚 别管男的女的 嗯 江场 分输赢 老太君 一看这个马突温 倒戏口凉气 看外表 吃其内 这是原猛将 怪不得铁边王胡言赞都被他打得暴安吐血 那么我这些儿媳和姑娘谁行呢 老太君正在合计 派谁合适 烧火的丫头杨采风过来讨令 圆转 奴被不踩 赢讨令 会战 翻将 老太君没言语 为啥呀 他怕 排风吃亏 排风 缺心眼 如果真有个好歹的 我对不起这个苦命的孩子 从他几岁都到我家 给我家 干水 烧火呀 你别看哪 排风是个丫鬟 老太君拿他呀 比八截九妹都高看 他知道 排风武艺不经 光有把笨 力气 胆子大 好练 他是怎么练的 一天弄个烧火棍 五无渣渣的 真要是出去打仗 能不能经呢 哎呀 可不能给人家孩子 窟窿条走啊 哪知道 杨海风非要去不可 太君拿 我可去哪 他要打不过 你可救我回来 听见没有 说完 他逼着烟火大肚棍 撒脚 无非揉揉揉揉 他走了 他任性惯了 现在想管也管不了了 老太君和少夫人呢 都不知道他 其实杨海风还真有两下子 武艺还不含糊 这姑娘是个傻大姐 别人的姑娘啊 都讲究那些底 做些帮 苗龙绣缝 网个云彩卷什么的 他呢 一天就知道 弄个烧火棍 上窜下落 哎呦 人可好 心眼好使 热心肠 还能干 别看是烧火的丫头啊 府上下 家宾 院工 老妈 丫鬟都尊敬他 他武术 是哪来的呢 是自己看的 他五岁到府里啊 从小没爹没娘 是老阳工在街上把他捡回来的 交给了老太君 他从小的前院后院哪都溜达 他这五岁能干什么呢 他专门看七郎 他们这哥几个练功 他看人家练 他也跟着比伙 等到了十二三岁了 他像个愣小子一样 也没缠毒 又有力气 练的也不错了 等到了十四五岁了 就不能让他乱跑了 叫他伺候太君和少夫人 他呀 不干 他说我可不会 伺候人哪 那捧茶倒水的 我非把这家事都栓性了不可 干脆 我就看烧火好 把我管烧火 不管做饭 敲个水什么的 嗯 这个行 就这么 就让他每天烧火 他不老实啊 一边往这灶坑里添柴火 他还耍他烧火棍呢 他都雾迷了 东穴一招 西穴一招 功夫不亏人哪 慢慢的 自己就形成了一套了 等到二十来岁了 棍招挺好 有一天呢 他正烧火呢 和一个家庭吵起来了 他从灶坑里抽出烧火棍 往着家庭身上 奔就吐过去了 把家庭烫得连喊带叫 怎么 烧火棍的头还冒着火呢 把家庭衣服也捅了个窟窿 肉瓶也烧破了 家庭腾打 没头就跑 杨采风咧开嘴 嘎嘎嘎 这个乐呀 他这何地 再火了好使啊 这要打仗的时候 用搁火这一处 这多好啊 可是要打仗 烧火棍不行 一通就死了呀 我得怎么能够 弄一个兵刃 才能烧火 才能打仗 才能冒火呢 他一天老琢磨 正巧啊 那天六郎阳锦 从前院回来 杨采风 就把六郎阳锦给拦住了 哎 我说 骏马爷啊 你看我练两下子怎么样 六郎说好 你练两下子 我正没事 他拿起烧火棍 连村带瓮 耍了半斤 六郎懂行啊 他一看这招数啊 哎呀 真好 他就叫不上名字了 为什么呢 一般的刚学棍招是庄家十八棍 他这根本不是 采风啊 你跟谁学的 我自己练的呗 哎呀 好好好 来 我给你脖子脖子 六郎要给他脖子脖子 给起个名叫三十六路烧火棍 采风一听 这个名真好 哎 军马爷 你光告诉我这棍招了 你得给我弄个兵人 啊 要能烧火又能打仗 还能够带冒火呢 你看好不好 六郎说行就行 你等我有功夫给你打一个 因为他热心武艺 六郎答应了 他真就说话说话了 在京城找一个最好的铁箱 给他打造了一条铁棍 六郎亲手设计的 铁棍是空心的 棍头两吨 打着孤里头带蛤蟆卡个懵狂 如果在里边放上硫磺燕销球 可以往外打火 平时呢 上下铁叉椒一关 用它烧火 可以做烧火棍 这个兵人真好 又不怕烧 还又能打上 所以六郎给他起个名字 叫烟火大棍 六郎把他打造好了 配上了火药 交给了采风 杨采风像得了宝贝一样 人不离棍 棍不离人 连睡觉他都抱着 天天练 因为他是丫鬟 不和少夫人小姐常在一起 所以谁也不知道 他能有多大的能力 排风历子今天出战 我得试试我有多大本领 这个烟火大棍好时不好时 太军没拦住 他来到两军阵前 你等他到了两军阵 站在马图温的眼前 把大棍啪一戳 哎 小子 你叫什么玩意儿 马图温听见海上低头一看 来了个女将 红仇子卷怕蝉头 红耳 绿裤 红钝子 绣花鞋 有一尺多长 体格很壮 微黑的皮肤 重眉毛 大眼睛 还是个双眼皮 一口的白牙 手拿着插杯口粗的大棍 威风凛凛 是叫人望而生微 一看这个穿装搭扮 也不像有钱人家的贵小姐 可见大宋朝没人了 连这么丫头都派出来 有什么呢 哎呀 我和你打 都有点减色 不过既已经来了 不得不答话 要问俺乃大辽国敬官 萧太后 假天成臣 韩昌韩元帅的 上天新鹏官 马图温 你是什么人 叫 别吵着啊 不认识姑奶奶呀 哼 告诉你 我一报名 吓破你的苦胆 你知道我家主人是谁吗 啊 天帮羊主 蛇老太君 我是伺候 老族母奶奶的 是老羊 上上下下 天天后后 左左右 又又 里里外外 烧火的丫鬟 羊 派风 我说小子 你胆罪太大了 啊 敢到京城来折腾 你到你家姑奶奶眼皮底下闹事的 你长几个脑袋了 快下马 磕头 叫我三声大哭 叫得我心一软 一棍子 打发你回姥姥家就算了 免得我费事 要不然呢 我把你连人带马 烧成炭 莫生灰 赶成面 冲水喝 马铺温长得这么大 也没听见过这一套话 听了半天才明白 哦 烧火的丫鬟 他把他气坏了 你乃是个丫头 有什么本领 我不生你的气 好男不和女的 你回去混男就再来 交战 快走 派风一轻就火了 什么 哦 嫌我是女的 不和我咋 你看我解我呀 女的怎么了 你瞧瞧 你今天算来着了 你看看这边 全是女将 今天就女将 揍你这个男的 小子 看棍儿头 说完 烟火大棍 搂头盖顶 奔马铺温的顶梁 砸起来 马铺温 根本没看得起 杨太风 一看大棍下来 用金顶早梁树 往上一崩 汤地生 给崩出去了 就 就觉得 有点分量 哎呀 别说 这个烧火的丫头 有点力气 嗯 大概他棍已经出手了 马冲出去 然后学会来 回头看看 再看杨太风 两手 擒手 烟火大棍 美了八斤 带带扇子呢 呀 小子 有点心 来 再来 两个人 棍棒 并举 打在一处 老太精 给关机 料阵 替他担心了 八戒九妹 也为他捏把汗 一看杨太风 这条棍 托风八达 上下翻腾 压在棍山相放 八戒九妹 一看可乐坏了 哟 排风阿这两一下子呢 做梦都没想到 袁帅觉 快给他勒鼓主油 嗯 好 来呀 这排风 勒鼓主油 呼噜… 打了十几回合 不分输赢 这 intentar 那马端温是越杀越勇 排风又何地 俺的娘 要够呛 我就会三十多招 烧果棍呢 要使完了 可就没招了 再要不赢 可怎么办呢 要输了可丢人 天泊阳府的女将 没打过白杖 哎呦 要知道这个 我跟军马爷多学几招呗 哎呀 这可怎么办呢 哎 杨采峰极度生日 对呀 我烟火棍会冒火 烧他 对 想到这 他西荒鱼棍 陌生要跑 马托温 学战马就追过来了 他不知道 牌丰要是记录 马望千春 被牌丰的后脑海 无力声 来得一金井早阳术 哪知道杨采峰猛然一闪身 没过身来 蹭他一蹿 反蹭到他 马头的下边 没咋没咋 把烧火棍掘起来 一头冲到马头温 另一头 啪 一拧着棍头 嘎巴一响 杨采峰嘴里还喊呢 小家伙 他们小子疯狂 一换嘎巴的一声 就从这棍头里搜索 打出武力 刘皇燕枭球 燕枭球 箭上 啵就着了 一下子打在 马托温的脸上 他坏了 马托温的 胡子 眉毛 眼眸 呼了一下子 全没了 啪 不饶 这小子挂上兵 用手开始糊了 哎呀 越扑了 着得越忘 怎么 一扑了 他不带车吗 这叫风界火势 火界风飞 呼呼呼呼 找起来 马托温 吓得 拨马就跑 哎呀 好厉害 排风一看 啊 要跑啊 哪跑 我说太军 老毒奶奶 快点追啊 他发脚 飞机 追下去了 老太军也高兴啊 哎呀 这丫头真打上了 还不蹭上追击 等待 何止 中天观察 赶快 出风 追杀 辽客 再看 宋朝的兵将一跟其上 呼啦一下子 扑奔敌人 辽国的兵将一看主将被烧 吓得也没头就跑 无心抵抗 这叫祈祷兵散 在城头上 可把皇上乐坏 哎呀 不怪老太军一天上京殿 动不动跟我争眼 真有两家 人家烧火的丫鬟 都有这么大的能力 比我这些大将都强啊 哎呀呀 众家爱卿 还不乘胜追击 等待何时 长盛王石燕超 汝南王正印 吊兵出城 一起的追上 辽国的兵 兵败庐山岛 无心抵抗 送兵将是马踏 敌营 辽兵死的死 伤的伤 投降的投降 盛王石王爷 追上老太军 问怎么办 老太军说 你们回京城保护万岁 兵将给我留下 趁热打铁 把他们赶出边关 直倒 幽州 两人点头回城 老太军带领着五六万人呢 领着寡妇而机 乘胜追击 马图文也是贪功冒进 韩长后边军队没到 他自己是孤军深入 一旦失败 没有旧兵接应 这一下子是损兵折将 输要简断 老太军领人马 把马图文的兵将 赶出了边关 打兵号号荡荡 往前进 一心导幽州啊 一路上孤屋不许 战无不胜飞 只一日这一天 叛马来报 报 现在元帅得知 前辈赶安藏的老营 横桌道路 拜兵进了老营了 太军带出了座 太军带出了座鸡 呜 蓝旗官 此地叫什么所在 将军围 从这儿向东 二十里地 叫黄土坡 哦 队伍停下来 大火 关桥 老太军带着八姐九妹 来到队前 往永处观看 前边是一眼望不到边的 辽国兵营 这是迎挨迎 帐篷挨帐篷 像水不浪一样 一层压一层 这是大齐亚 在高粱地 小齐如图牛毛一般 周围再强高雷 戒备森年 老太军知道不好往前攻了 又看了看地势 告诉军兵 往东推进三里地 安阳闸战 因为这块地势好 军兵接到了号令 挖战豪 埋鹿角 压岔 随后修了一道土城的 好挡敌兵 派出了港少巡逻 加强防范 军族埋国造反 炸草喂马 这一道上冲锋建阵 多亏了阳台风了 他跑前跑后紧张了 有点累着了 扎了营 吃不下去东西 派军叫八街九妹 看着他 叫他好好休息 好 歇兵几日 再来交战 哪知道 第三天的早晨 两军阵前去炮声隆隆 看不来其官来到里边 报 其名元帅多知 罢了我的将官 韩虎 草地要阵 再看 再报 然后他冲到两边 喊 张军阵听令 末将大 你 带走 李翠平 花鞋 与云 翠英 罗氏女 给你三千兵马 出马连迪 不得有务 末将 足利 老太军把五个儿媳妇 一堆打发出去了 一顿饭的工夫 都回来了 一个个面带羞愧 元帅 丁将韩虎 人高马大 沙发骁勇 武艺纯熟 我等和他交锋 兵人碰上就飞 善他不过大败而归 老太军听这话 吓了一跳 啊 我这几个媳妇 不好 我怎么都败回来了 哎呀 这可得怎么办 看来别人出去 是不行了 值得指 杨采锋的大棍了 他的棍能打火 许能退离 来呀 速掉杨采锋 这才演出一段 大战 黄土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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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